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 进入9月了 也开始要开学了 首先祝老铁门的 可能有孩子的老铁门 神兽归龙 对吧 恭喜大家 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节目 各种各样的原因 反正是 那么今天许久不做 今天拿一期跟大家来讲一讲 之前的三期做的全部都是关于A股的新能源板块 无论是钟才 还是星云 还是钟来 那这些都是跟这个大的趋势有紧密的关系的 虽然包括更早之前在公寓电源里面有介绍的特变电工这样的股票 好像也翻倍了 那如果有老铁买了 也是表示祝贺 表示恭喜 那么新能源板块 我这个大背景 已经做了在多期节目当中 已经做了充分的介绍 那顺着这个逻辑呢 大家自己也可以挖掘出一些不错的公司和标的 那么我觉得再往下做呢 必要性也不是特别高 虽然其实还有一些标的是可以用来介绍一下的 然后看后面的机会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城头控股呢 是比较特殊的 跟这个火热的赛道没什么关系 用来讲这个公司呢 也有很多我个人的原因 也有情节的原因 其中也有一些原因是说 咱们这个多种啊 还有一点炫技的目的吧 因为你看 只懂一两个行业吗 不是 我能够跟大家讲很多个行业 平时考虑思考也比较多 对吧 那大部分的行业的判断也还比较准确 对吧 那么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肯定有很多老铁不习惯 或者甚至叫不喜欢 但是投资应该是全球的眼光呢 投资应该是很多行业的这个理解 那因为无论对错怎么样 它也是一种修炼吧 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 规律的认知 它有很多除了赚钱以外的很多积极的意义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无论怎么样 都不能保证 任何人都无法保证他的观点一定都正确 或者在任何时候都正确 那我觉得我们基于长线价值投资的逻辑 同时也基于了一种对经济规律认知的一种学习 至少在很多思路上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和借鉴的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就大大超越了一个投资的逻辑 或者是股评啊 或者是股票分析啊 那这个纬度就比较高了 对吧 这个纬度一高呢 这个多种做起来也会觉得挺有使命感的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介入正题 第一个话题是成头控股的前世今生 那么也许在所有的上市公司和股票里面 我对成头控股可能是最熟悉的 因为这只股票我持有了差不多07年买入 到疫情前 也就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清仓 因为那时候是 如果从大家从第一期来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 你就会知道 当时我做这样的决定的一系列的背景 当时我是把所有的股票全都清仓了 买了口罩产业链的股票 那么这个时隔应该有一年半超过的时间 我成头控股是我持有了差不多十多年 十三年 至少有十三年的时间 对吧 所以显然我对这家公司是比较长期的跟踪和深入的了解的 所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成头控股是一个上海的 目前是一个地产公司 等一下再讲地产公司 大家地产公司觉得离得远远的 是不是 不一样 成头控股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股票叫原水股份 它在原水的时候呢 它背后的母公司呢 是上海成头 上海成头的简称是 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那言下之意 成头公司呢 通常都是一个城市的国资委 地方政府国资委的融资平台 反正有各种 各种坊间 有各种文章来介绍 地方国资委的融资平台 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各种各样的信息 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自行去 去搜索一下 了解一下 那么上海成头这个母公司旗下 当时在07年的时候 除了有两个上市公司 一个是在A股的原水股份 另外一个是在B股的 叫阳城B股 就是阳城股 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当时的这个配比 这两个融资平台是怎么配比的呢 就是原水股份呢 主要做上海的城市的那个自来水 就是自来水的供应 污水的处理 对吧 所以它是属于公共事业的板块 但同时还有一些 那个雇费处理 就是处理垃圾的 那么也有垃圾发电啊 等等这样的业务 那么实际上阳城 那个时候的阳城呢 也是有很多业务是交叉的 也是有一部分是用来做 做水处理的 自来水厂 也有一部分的垃圾处理 等等这样 那么这个 还有一块就地产的业务 是在上海成头的母公司里面 当时就上海市的资地集团 那么你要知道 07年的时候 中国房地产 这个市场以及价格 都是在一个突飞猛进的状态 这块资产是放在母公司里面 并不在这两家上市公司的平台当中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中间有几年 流行一个概念叫资产租入 那我实际上除了当时买入了 这个原水股份以外 我也还同时配了上海机场 上海机场后来成为了一个 流逼到亮山山的白马股 那么同样一样呢 上海机场也是一个 就是资产注入的概念 因为这个母公司就是老爸 老爸有很多资产 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上面的 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母公司就是逐渐的把一些资产放到 优质的资产放到上市公司里面去 至少当年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在07年的时候的那个投资逻辑是说 那我当然要去买一些老爸有资产的 现在股价还不贵的一些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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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产注入概念的 那一注入 它的质地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思路呢 在持有了十几年了之后 主要这两家公司持有了十几年之后呢 被证明一个是正确的 一个不太正确 那正确的当然是上海机场 这个我从07年12块多建仓的 股价在十几年当中 涨了涨到了七八十对吧 那我大概可能是在五十多块开始 开始抛售的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城头吧 这个是就感受就是又爱又恨的城头 至少比吉利德对我来说更加又爱又疼吧 好 它的它有一系列的稍操作 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做了 上海城头这个母公司 它做的这个操作到现在来说 都可以称之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怎么个稍操作法呢 首先你有听说过 这个B股 就是阳城B股退市 就是退掉 然后和A股的合并 对吧 这个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在原水和阳城B股之间就发生了一次 唯一的一次 后无来者 到现在没有 就阳城B股退市 合并到这个原水股份 然后原水股份改名 改成了城头控股 好 这没完 这种合并还没完 合并完了之后呢 再进行分拆 怎么分拆呢 把城头控股 一拆二 变成了两家上市公司 一家公司叫城头 还叫城头控股 另外一家公司叫上海环境 你有听说过IPO 对吧 你有听说过借壳上市 但是一个上市公司 一分二 裂变出 两个上市公司 这个事情稍造作 我是没见过 如果有股友们 给我补充一下 说我不对 其实还有 那也可以 请你留言告诉我 反正就是城头控股 一分为二的时候呢 当时持有城头控股的人 对吧 或者是持有阳城B股的人 他一合并 那他就持有了 城头控股的股票 或者是原水的 这个持有者 他也持有了 城头控股的股票 然后一分拆了之后呢 就变成你拥有了 两家上市公司 所以呢 这个 在那个时间点 也其实是城头控股的 股价的高点 差不多是26块多的 这个时候的价格 然后一拆完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 你有 我当时记得 应该是有三分之二的 股票数量是 城头控股 还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数量 是上海环境 然后就 就差不多 一直就开启了 跌跌跌 一直跌 跌了多少年 跌了十多年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时分拆的时候 其实业务上是有一些分拆的 也形成了现有的业务规模 这样的区分 上海环境 继承了 这个垃圾处理 比如说帮人家去进垃圾发电厂 或者是这样的项目的建设 上海市的城市的垃圾的处理 然后水 自来水的处理 都放在了上海环境里面 然后呢 城头控股呢 保留了一个 因为把置地集团放进去了 所以城头控股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公司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业务 就是上海市国自卫的投融资的平台 所以你会看到 他经常的作为定争的对象 参与了什么西部证券 什么矿业 各种各样的 然后城头还有一个 我多年观察的一个 非常神奇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 每次大盘开始涨的时候 它会提前先涨 每次莫名其妙跌的时候 没过多久 大盘就开始跌 所以我一度觉得 你看这个上海市国自卫的股票 在里面跑进跑出的 更多的可能是国家队 所以有春江水奶 鸭先知的特殊疗效 我这几年 或者说过去的几年 我有过这样的印象 但是过去的几年 我可能也是属于 就是买 放在那儿 一动不动的这种操作方法 也未必是准确 这个是我的一种感受 大概是这样 所以前世今生 过程是这样 现在来说 那城头是一个地产股 它主要是地产股 地产加投融子平台 所以总的来说 它的主要是地产 好 那这样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 现在说到地产股 那它不是一个 被打压的一个行业吗 因为你看地产 差不多是一个中国的房地产 在大部分的地方 或者是从整个经济层面上 来分析来看的话 它属于一个 验射湖的一个概念 就是大量的资金在里面 房价很高 那如果从理性的分析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土地财政 能不能像过去这个20年当中 一样的继续土地价格高级 涨涨涨 然后房价涨涨涨 它会给整个经济的健康的发展 带来巨大的威胁 而这个威胁现在已经很大了 对吧 所以呢 近期我们也会看到 或者过去的一年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政策的红线 比如说画三条红线 那来判断一个地产公司的健康程度 对吧 如果你三条线全财 那你就给你贴一个红色标签 正因为这样 你看流逼到亮山山 中国第二大房价企业很大 对吧 现在的状况挺危险的 挺糟糕的 所以我完全理解 大家对地产股 或者资本层面对地产股 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那多种怎么会来给大家介绍这样的地产股呢 好吧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才敢这样来跟大家来做分析和介绍 它是一个另类的地产股 简单来告诉大家结论 成头空股是极少数的 就它已经完全变成了 之前不是 之前它还有做很多商品房 然后进行销售 我认为我的感觉 我认为现在自地集团来做的这个地产的业务 全部都属于叫保障型的住房 而且它是做运营的 所以成头空股其实是在中国极少数的保障型住房的运营商 它还是个地产 但是它其实是做地产运营 而且不是做商业地产运营 而是在做住宅地产运营 那再讲的容易理解一点 那成头是干嘛的 它是在上海 中国第一大经济活力的城市 来跟政府做配套 为进入上海的年轻人 或者是上海的 不是中产阶级 它其实是往下那一层 就在住房有困难的 上班一族可以用来申请的连租房 对吧 它是个连租房的一个建设 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公司 这是它的主意 所以它跟普通的地产运营商不一样 普通地产开发商 其实是买土地造房子 把它卖出去 它其实是一个卖货的公司 那成头其实是做运营的公司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特殊的定位 是不是有前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地产里面 一个是非常另类的一个赛道 我觉得从这几点来分析吧 比如说 第一个是现在普遍的高房价的背景下 习大大有说住房不吵 这句话其实说了已经几年了 但是呢 中国的房地产在货币流动性相对充沛 这个话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对吧 在过去的 我讲的过去的20年当中 如果大家需要自行脑补的话 去搜索一下 过去20年当中 我们的货币发行量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资金 就是说我们的资金 还有一个流向 还有一个 为什么我们有很多银行 或者是政府 要提倡叫精准的资金流向 原因就是 这些血脉和管道 有些地方都是不太通的 特别是通向民营的 中小微企业的那些 那些资金管道 而资金管道不太通的时候 其实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个题外话 我就不展开来讲 这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 深层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 所以这就会造成各种 很多要素就造成了 我们这个普遍性的收入和 房价高房价之间 产生了一个极为 极为巨大的落差 而且它还长期存在这么久 那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 其实是意识到的 这个验射后到底有多危险 是吧 那么这就凸显了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经济需要保持活力 它需要安居乐业 怎么样能够让 至少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人群当中 愿意拼搏 愿意奋斗的那群年轻人当中 怎么样给他们提供一个 一个 不叫营商环境吧 这个一个叫 奋斗的基础条件和环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保障性住房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社会意义和积极作用的 这是特别是在这样的 高房价的背景底下 那么这也会说 我们整个从经济层面上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得到 接下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难度 就或者高难度高挑战 那么 所以我会认为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 政策上的吹风了 其实住房不吵就已经开始 在注意这个问题了 再往下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 那么然后第二个 假如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 计凭 假如我们认为这是个趋势 假如我们认为政府会越来越重视 就算有一些城市还没有意识到 也会让他们意识到的 现实会让他们意识到的 那么 这个时候我会说 上海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对吧 因为如果讲 这个政府的效率也好 这个 城市市民的平均数字也好 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好 因为上海的特征就是 是中国最最负盛名的 就是对海纳百川 闯上海滩 有很多历史和现状 和包括很多外企的总部 大家都会选择建在上海 所以它会带来一个相对比较丰富的 就业市场和对年轻人持续的吸引力 无论我们的经济 接下来是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不是太好判断 对吧 反正就压力挑战机会都存在 但这个部分 也无论是双循环 内循环 还是外循环 那你总不能说 一个透气孔都没有吧 所以这些都会造成 这些都会给带来说 上海是一个相对的 特别的存在 而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会具有持续的吸引力 而无论我们 接下来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是我的一个 这个判断吧 一个结论 我没有说非常的乐观 或者非常的悲观 大概是这样 那么正因为这样独特性的存在 那一个城市 为什么会有活力 为什么会有创造力 其实是需要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碰撞 不同的交流 特别是要有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那这个城市 它的持久的竞争力 就会得到保证 但如果对年轻人来说 如果没有一个安居的环境 或者是这个城市的生存条件 比较恶劣 那么逃离北上广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 那我会认为相对来说 上海比起北上广深来说 它应该还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或者是这种友好程度 还是国内综合来看是比较好的 那么住房 吃穿住行 住其实是所有想 年轻人想要进入一个城市 最重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正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会认为 对吧 这个无论是现在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 还是未来的上海的领导班子 对吧 随着时间的发展 都会越来越重视 城市的保障性的住房 那正因为这样 我会认为这个赛道是 是开始向好的 或者是会越来越好 那么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赛道 我认为是OK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城头这样的国资委 上海市国资委 就国营企业 这样的平台 它能不能做好这个业务 那我会说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会说 你知道上海市的 就以前很牛逼的公司 就几十年前很牛逼的公司 上海的制造业的 比如说纺织集团 对吧 那你先想想 纺织集团好像 没咋地啊 对吧 比如说 以前的凤凰自行车厂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 这个国营企业 那其实 他们都还活着 甚至活得也还行 为什么他们能活着 你去看看他们的主业 都不咋地了 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 有很多退休的职工 然后从那个企业经营的 竞争机制上来说 那主业上 你跟民营企业就没法比拼 对吧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规律 这个我也不展开来谈 但为什么他们活着 是因为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 土地和房子啊 收租金就可以 养活各种各样的 退休职工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 他们的包袱啊 或者对吧 都没问题 那这样我就会得出结论 作为一个住宅的地产的运营商 你说它的经营难度高不高 它是需要研究芯片呢 还是需要请一大堆 这个像软件公司 要请一大堆高技术的人才 还是需要什么呢 我说好像都不需要 包主公包主婆这种事 交给国营企业 是可以干 这这这这活着肯定能干好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吧 但作为一个连租房的运营商的角度来说 有一些资源 它是必须要获得的 这个条件一定要好 举个例子来说 它能不能得到很便宜的土地啊 对不对 得到了土地 如果土地足够便宜 那大家都知道 你要是在乡下造火房子 你就知道 房子的建造成本其实是不高的 最主要的是土地成本 所以它对应换成 换算成了一个叫什么 楼面价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有很多著名的地产开发商的老板说 你说就发表了很多言论啊 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 都有类似这样的说 卖房子的就是卖面包的 如果面粉已经贵到天上去了 你子皇面包很便宜 这不见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回来的时候 对于一个连租房的运营商来说 如何获得非常便宜的土地成本 土地的获得 廉价的土地获得是它运营成本的所有要素里面最最关键的要素 那么好 我注意到城头最近刚刚在上海的七宝 获得了一块地 对吧 它能造容积率这么等等换算下来 这个土地就楼面价或者你造完了之后那个房子的这个 摊到每平米的那个土地成本 我会说实在太便宜了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那个它的公告 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几千块钱吧 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4000还是5000啊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水准的一个 一个换算到那个叫房子的土地成本 就大概可以这样算 那相对来说上海的房价 就商品房的房价虽然高 但是那个合理性 比起中国的其他城市合理性好好在哪里呢 就是房租的这个价格也还比较高 虽然没办法跟那个那个房子的这个价值去做对比 但总的来说房租还是比较贵的 那么联租房呢 它通常会比周围的民间的 就是房东借出来的房子呢 会便宜个百分之二十三十 甚至可能还会更多一点 因为这一两年 其实上海的房租价格 其实是有不小的涨幅的 通过一些类似什么 一些单独的运营商被他们收购房子 然后把它包装 然后再把它出租 其实是把那个租金成本也整体抬上去了不少 这又恰进一步凸显出来 作为联租房的本身政府在做 或者说国营企业像成头这样的公司在做运营的时候 它的相对竞争力 所以呢 上海市的联租房申请的是需要排队的 你要排很久 我们公司也有同事我们去安排 去排这个队 对吧 你没有个半年 你是下不来的 这个 所以这样就说 它的租赁市场呢 这种需求的来说是非常旺盛的 那么收入也是有保障的 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 它有一些条件啊 比如说你 你有房子你就不能申请 对吧 你一定要在上海叫社保 所以它不是说只租给上海人 而是你在上海工作 有个地方 对吧 以单位的名义 或者一个人名义都可以申请 然后排队 就大概是一些这样的条件 如果你买了房 那你就不能享受这个 或者说不能去再住这个连租房了 对吧 所以它其实是有这种补贴的味道在里面的 那么其实这些房子都造的不错 它对于这个需要去申请的人来说 它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它就是安全性 稳定性 因为你只要你的条件不变 对吧 那它就不会赶你走 对吧 然后呢 它也不会 就你也不能 就也有一定的管理性 不能说你给别人住 这些都不可以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总体上来说 对运营商来说 如果土地成本够低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好买卖 那么据我所知 有做连租房资格的地产并不多 特别是像城头这样 我只做这个的 那这样的定位就会更少 所以我会认为 从这几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它是可以做好这件事情 它也有优势做好这件事情 它又是上海市国资委的 对吧 那又能获得非常便宜的土地 来做它这门生意的 好不好 所以 这是 这是 它的一些基本的状况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它的投融资的业务上来说呢 我总觉得 上海市国资委 那总的来说 它不就是国家队了吗 那它参与的那些定争的对象 不太有亏钱的吧 反正我是没见过 它再去参与到别人的定争 最后还赔钱了 这个赔的都是自家的钱 不太可能的 对吧 所以那块业务也不太会出现 最多是 股市不好 所以它的收益没有 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你说 最后拖累了上市公司的业绩 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是 比较少发生的 最多是它在周期性的体现 它的 它的定向蒸发 所自由的股权 在某一段时间 估值特别高 在某一段时间下来 但总的来说 不会产生亏损的问题 对吧 所以从成头的角度上来说 无论它的股价跌跌不休 跌了十多年 但是公司的财报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什么大幅亏损 这样的问题 从来没出现过 所以它的私盈率 一直是徘徊在 个位数的私盈率 好吧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就是投资的角度 我们一定要来看看 它值不值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位置 它的获利盘厚不厚 对吧 那我们看估值 当前的股价 成头是四块五 四块五左右 其实我已经 上个礼拜开始买一点回来 我还没有配到 我理想的一个仓位 那么 也不用太着急嘛 因为你看我只有 相关的很多 这个火热赛道的一些部分 对吧 那么 现在是四块五左右的价格 私盈率呢 大概就是九点四四倍 它的历史最高的股价是 二十六块一毛七 历史最低股价是 四块两毛五 所以简单来说 这是 成头 这个十多年来 现在是出于 股价上是出于 历史最低水位的时候 这个历史最低的水位 也意味着 它是 它一直处于这样的左侧 然后它没什么活力盘 当然你也可以说 它会不会 四块多再跌到 三块多跌到两块多 任何可能性都有 但是我会说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我会接下来 对它产生逆转的这些要素 正在强烈的发生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理由 再加上 它的最近的季报业绩 开始展现出来了 对吧 那所以 为什么还要 在这样的一个家伙上 还要再往下跌呢 因为 在国内的 A股的股市里面 没有 并没有 做空机制来赚钱的 一个 一个这样的机制和通道 对吧 所以 通常来说 为什么A股的整体股市 会相对比较高啊 因为相对做空的 做空的机制少嘛 所以 大概是这个逻辑 那么 这个时候 我相信 在介绍城头这样的公司 让大家了解 甚至建议大家去 做一点配置 应该没有人会怀疑 我是 我是骨头吧 对吧 因为左侧嘛 而且 历史最低点嘛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因素 对吧 那么 正因为这样的 一些综合层面上的分析 如果我们基于 长期的价值来看 在上海的 如果 城头这样的 联储房的运营商 在未来 三年 五年 无论我们的经济大环境 变成什么样 哇 这 上海市的这个地位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联储房呢 对整个 城市的竞争力 长期的竞争力 或者是说 这种环境 带来的重要性 没有理由 不好好去 发展它 所以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 它又能获得便宜的土地 然后它也能把它变成一个 不是那么高难度的 可以运营的生意 或者说 基本没什么难度的一个运营生意 这事特别适合 像城头控股这样的公司来做 对吧 所以 这么 这么样的一个历史地位 如果基于长期的角度考虑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持有 可以买入 可以持有的 对吧 而且 你就 对我来说 我是会觉得 如果城头 我现在不去再 我现在不去把它买回来 做一些配置 有一天呢 股价大涨 对吧 翻了好几倍 那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因为我持有了13年 对吧 最后赚钱的时候 没我的事 这个事我不能接受 这是我买入它的理由 一定要分析一下风险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风险可能是说 这帮做运营的 这么低难度的运营的事情 他们还能犯一些低级仇 或者是房子没造好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实在想不出风险 要逼我想一些风险 就是他们做了一些 很奇葩的事 对吧 对那个住房 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 我想不出来 对不起 我想不出来 我也变不出来 所以我是比较看好它的 好吧 那今天关于这个 这个城头空股 这个我非常非常熟悉 持有了很多年的这个股票 现在开始买回来的时候 现在及时通报大家 仓位我还没有配足 我只配了一小半 那我也会找机会一点点把它加上去 那么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是可以继续持有五年十年 反正不用了钱 认里面 我觉得挺抱歉的 另外一个要说一下 就是像这样的板块 就是我比较喜欢 就是要基于整体的控制 风险控制 对吧 风险控制 我非常清楚 我自己的习惯 你要让我钱空在那儿 就是比如说什么70%的仓位啊 或者50%的仓位啊 空在那儿 做不到 对不起 我真做不到 因为经常会看到一些投资机会 或者我分析下来 这个机会挺好的 对吧 那所以我做不到 很耐心的去 去什么 去空在那儿 等它下来我再买 真做不到 所以我的风险的整体呢 就是我投几个板块 其中有一些 比较激进的板块 比较火热的赛道 有时候甚至还会去追高 因为我可以看到 它股价没有理由跌下来嘛 对吧 或者我看不到那些理由跌下来 那么我就会去配置 那同时我一定也会去配置一些 非常 就是压仓时的 防守的板块 就是它跌无可跌 在我看来它跌无可跌 那实在需要的时候 我还可以借它的仓位 这是我的整体 整体的一个 防范风险的一个方法 虽然在换仓的时候 通常往往会换错 那我就当它没买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了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的手法 仅供大家参考和借钱 所以城投空股这样的公司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防御师的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非常好的防御的板块 它有时候是最好的防守 也是漂亮的进攻 对吧 你怎么知道城投不能变成翻三倍 翻五倍 甚至达到突破历史最高点26块 有可能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你说 好吧 毕竟是承载了整个上海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重要一环的智能 我觉得它是应该支点钱 现在整个公司的市值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国资委的融资平台的公司 居然只有100多亿人民币的市值 114亿吧 好像 好像 这也太小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人家都 都躲着的时候 人家都当垃圾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宝一样把它捡回来 放在那 放一段时间 你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好吧 这个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老铁们 在这个风云变化的 风云变换的 接下来的三季度 9月10月 我相信这个剧烈的震荡 无论是在A股 美股 还是港股 这个大家都 希望大家顺利吧 震荡会更激烈 总的来说 又啰嗦一句 我不知道下一期什么时候落 总的来说 现在这段时间 A股应该是有一些结构性的行情的 因为从资金层面上来说 房子不让炒了 其实政府 一直在暗示 对吧 一直在暗示 股市 中国的股市 实际上 中国的股市 我们有很多灰犀牛式的人口问题 养老的问题 70后老了怎么办 80后老了怎么办 对吧 股市也许是一个政府希望 能够借助于 把股市的力量 资本的力量 来解决一部分人的养老问题 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养老问题 这样整个社会会变得更加安定 整个社会变得更稳定 对吧 你看这个长线的认知的这个层面 但我并不是说 所有的股票都可以 结构性的 这个大家基于我这个脉络 特别前几期的这个脉络 实际上是能够可以感受得出来 所以这也是我这段时间 为什么更多的来跟大家介绍 A股的原因 美股的确是 比较难挑一些优质的 低估的 非常低估的标的 其实是比较困难 好吧 如果说到这里 这个希望大家喜欢 好吧 我们有缘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多多您好 最近溃馋了 我最近 我美股 这段时间还好一点 我二季度的时候 美股其实是 这个去年涨多的东西 调整的很厉害 其实是美股 在二季度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赚了指数 赔了钱 为什么呢 就是那些成长股 被大幅的调整 然后都 都看那些巨无霸一样的家伙 拼命的往上拉指数 那通常来说 我们散户不太喜欢 是不是 所以 也正常 那从我个人来看 我今年 A股 港股 都还可以 其实也是结构性的 如果股票买的不好 你也很惨 那我还好 A股 港股的拿捏 还行 就大概是这样 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无动的脂肪 钱老板好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谢谢你 我也觉得是 有时候 会被他们 在复途里 有些帖子给气到 有时候就不想做 但也 也 也真的体会到 很多老铁门的 这种 这种喜欢 我也很享受 这也是说 好吧 开吧 就这样 偶尔来见一下 我也 我也想念 谢谢 Precure9 Precure9 多凶 DM前段时间收购了 X1 怎么看 没什么看法 X1被收购了 它其实是没什么 股价也就一下子 跳到了那个收购的价格 所以你去买那个股票 已经没有意义 DM DM的价格在跌破9块 反正现在8块9块 这个左右的价位 所有的 我认为所有的水分 都被挤得差不多了 之前 之前是因为 DM最大的问题是 它对比于3D打赢的 它的竞争对手 DDD 这个营业额对应的 就PS的估值 有点太高 对吧 那 这个高需要 DM用实际的行动来消化 但目前的这个价位 你可以看到这个事物的两面心 就DM的它的管理层的雄心活泼 或者是好的一面 它想要变成真正的龙头 那坏的一面就是这帮 麻省理工的这帮书呆子们 花钱大说大叫 对吧 那所以不好说 那 但从整个估值上来说 现在在这个价位里面 如果你还持有 那你就放着吧 我还持有一小部分 但反正 我 我把很多的仓位 在 阿克大妈建仓的时候 我就卖给它了 所以 我 早就是标本 早就是零成本 我负成本 对吧 那 我当然就更忍得住 我就放着 放一面 看它 随便它 飘成什么样 没关系 虽然 它会对我的 总的 总仓的市值 会拖累 但没关系 算了 我就 我就少赚一点 就当 就当去年赚多了 今天还一点给它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 适不适合你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品质会 应该会比之前降很多 原因也是说 作为我们长期价值投资 我也没有太多的仓位 对吧 所以呢 我也不太会说 三天两头跟大家去 介绍我们公司 其实我最近也有一些看上 但我也没钱 我也没仓位 所以以我的习惯 就是我不想去做 平凡的去做一些节目 然后 大家去买了 我没买 最后你跑过来 总有对错的 对吧 跑过来自问我 说 你给我介绍一个 让我掏牢了 然后你自己又没了 没买 对吧 那我也 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发生 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 我现在可以屌任何人 如果有人来自问我 我买了 我也被掏了 你跟我掏一起 明白我讲的意思吧 所以 我也不会 说 如果只是要讲的话 我能讲很多东西 对吧 那有些东西 可能对你有用 但有些人 他就会怪 那我也不希望出现 太多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也影响我的心情 何必呢 你说呢 是吧 所以最多 有时候写个帖子 最多 慧小慧 谢谢慧小慧 老铁 套在一起更安心 是啊 有时候是 我们套在一起 但不挺快乐的 反正你会被套的 跟我套一起 有时候我还能安慰你一下 比如说像猪龙这样的 套了就套了嘛 肯定能回来 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相信 你没什么东西 可以相信 总而相信一些逻辑 如果这个 我的逻辑你认同 对吧 被套正常的 大部分最后赚钱的 90%的时间 你是在被套的场景底下 因为 真的要涨的时候 10%的时间就够了 你去看看这两天 那个特别颠工的涨幅 对吧 一个礼拜 你就够了 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够了 但你可能埋伏了好几年 也有可能是这样 那正常情况就应该是这样 难道不是吗 我们又不是镰刀 我们又不是庄家 我也不能决定股价 对吧 那你哪拆得转 对吧 这个我写过很多这样的帖子 反正翻来覆去都讲 讲这个原理 对吧 但是绝大多数 并不懂 所以 都用那样的方式 去 很多时候 习惯性的质问 大概是 好吧 这个多说也没什么意思 好的 那没什么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 有缘再见 好吧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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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